一枚女寡妇出了个上联,称,谁能对出就嫁给谁,至今无人能对上。 在古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平时大家一起赏赏花听听戏之外,几乎无事可做。 三五好友游山玩水,公愁交错时做得最多的就是吟诗作父。 更有文人与诗会友,常在做学问上争高下,因此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作和对联都流传了下来。 在明朝就有一个寡妇出了一个千故绝对,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对出来。 在洛阳城里有个女子柳氏长得倾国倾城,不仅长得很美,还很有才气。 十七岁时就嫁给了当时洛阳城中最大的富商。 生了好家的更好,一时间人人眼线风光无二,不得不说古人也是看脸的呀。 可是好景不长,不到一年柳氏的夫君就因病去世了,只留下偌大的家业和财产,柳氏伤心过度病了大半年。 就这样失忌落寡的又过了一年,周围的人就劝柳氏盖家,说,你文采这么好,有正当青春,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蹉跎一辈子啊。 六是,虽然年轻但性格很绝强,很有注鉴,说,可以,我出一个上帘,洛阳城中的太子谁能对出下帘,无论家是相貌,我立刻嫁给他。 到底是怎样的上帘呢?其实说简单也简单,只有七个字,寒窗寂末空手寡,文艺也很简单。 这副对联就即在都是宝盖头又何有事的处境,一般无二。 很多才子诚信而来将自己的下帘奉赏,可是要不就是声般硬凑的词句,要不就是对联不够工整,到最后竟然无一人能对。 就这样柳氏一直守寡,到此都没有人给出完美的下帘,族人在他死后专门为他立了针结牌坊。 不禁对柳氏感到可惜,到此也没有等到那个人对出的人,只是眼看韶华匆匆而去。 但他也坚持了对自己的承诺,始终没有嫁人。 后来族人推测,其实柳氏想为王夫守寡一生,根本没有在家的打算,才想出这样一个无人能对的上帘。 你还知道哪些有故事的对联呢? 欢迎留言哦! 参考来源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